这是一颗价值17.5万美元的珍贵宝石 无惨半难的黑形容的就是他 他就是所谓欧伯宝石中的王者 黑欧伯 目前产地只有澳大利亚的闪电里 但想要找到他除了有不怕死的勇气之外 还有极好的运气 眼前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女人凯莉 就是当地有名的宝石恋人 可以这么说 现在这一家人的好日子 全都拜欧伯所赐 但这两年却不太景气 上个赛季由于没挖到什么太值些的宝石 只能从仓库里找出一些压箱底的卖出去 这才付清的账单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凯莉竟然还会切割和抛光宝石 完美地拍出了中间商赚插架的可能 怪不得贾斯汀不来他这里回收倒卖 原来人家是自产自销 哦对了 关键贾斯汀也买不起啊 回到现在 新赛季新气象 这一次凯莉非常自信地给一家人 定了一个十万美元的目标 因为他为啥这么有底气 原来本赛季他包下了一块非常有潜力的矿区 就说这里到处都是宝石 上一任矿主就在这里发了一波横财 但如果凯莉想和对方一样 就必须先征服地下8米的旧矿洞 谁都知道下矿很危险 可不用说是个旧的了 幸运的是 家里还有两个撑墙体装男人帮忙 分别是凯莉的丈夫韦德和姐夫马克 两人不但是金叶峰的矿工 还是凯莉最坚持的依靠 没多久 两人来到矿洞跟前 在正式下去挖宝之前 他们要先做一个防护措施 避免矿洞坍塌 将他们埋在地底 原来由于之前矿主过度开发 这片矿区的地底都快被挖通了 而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只能用木头顶住 等确认地底已经安全后 他们拿出迷你挖掘机 这是一家人的制胜瓦宝 斯尔凯莉对姐夫马克负责驾驶 对他来说 每天都重复这样的工作 并不枯燥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挖掘机 更主要的是 每次挖掘都会让众人期待 并且谁也不知道 欧伯什么时候会出现 后续要几天 也可能就在下一秒 看着眼前漂亮的窒息的宝石 一家人又激动又兴奋 上个赛季 一块好的没找到 这个赛季刚开始 第一天就挖到了黑欧帽 什么叫惊喜 这才叫惊喜 但正所谓乐极圣碑 下一秒马克用力过猛 直接将一整块的欧帽 给劈成了两半 接着情况 凯莉的脸立马沉了下来 但就在他要骂人的时候 发现墙壁上 还有一块没挖下来 这一次马克两人变得小心翼翼 直到将宝石完整的给拿下来后 凯莉脸色才缓割了下来 结果他拿着宝石 回到打磨工作室 就想明天有客户来看 刚坐下凯莉就开始打磨 虽然时间流逝 她的手里出现了一块 五彩斑斓的宝石 但想要卖个好价 还要将底部这块 黑色的也给打磨掉 当然前提 不能损坏宝石整体 凯莉此时压力很大 但多年的打磨 让她心脏很强大 没多久 一块完美的黑欧帽 出现在众人眼前 根据质量和个头 夫妻俩判断 应该值个五千美元 所以凯莉继续挑石头打磨 原来客户一般一收 就全部一起了 隔天一早 客户卡尔如也赶到 她是当地有名的珠宝商 因为黑欧帽很少见 所以她的嗅觉也很灵敏 一听凯莉挖到宝石 就立马赶了过来 但此时凯莉并不喜欢对方 因为大家都是商人 目的也只有一个 所以很难有个结果 让两边都满意 看了许久之后 卡尔给出了两万美元的价格 谁将托盘里的欧帽 成交了 回到工作之后 凯莉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赛季第一天就收购了两万二 谁心里不开心呢 一天就狂赚两万多美元 这家人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需要花重金 包夹一片潜力无限的矿区 然后下到八米深的旧矿洞里 最后再找一个专门的迷你挖掘机 一点一点的凿开石壁 说起来似乎很容易 但实际却很难 因为运气差的 花一个赛季都可能挖不到一块 而运气好的 却能在一天之内就收获上万美元 不用多说 凯莉一家肯定就是幸运的那一方 但光靠这两万二 却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 毕竟他们的目标可是十五万美元 这不隔天 一家人再次回到危险的矿洞 决定继续开发 之前找到宝石的墙壁 至于幸运女神会不会再次降临 没人会知道 毕竟黑欧博实在太过稀少珍贵 当然话说回来 要是残量很多的话 也不会值钱 虽然挖掘机将泥土一点一点凿下来 底部一根真空管 并将其全都吸了进去 就是一天可以转移十吨的泥土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 为啥不给挖掘机换个更大的缠斗 原来这欧博实 这往往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出现 没有什么旷迈这一说 并且还很容易碎 所以驾驶员必须有耐心和技巧 那边被吸进管子里的泥土 会被送上地面进一步筛选 尽量保障不会有漏网之余 毕竟质量好的黑欧博一刻就价值上万美人 可不能让别人捡了漏 回到地下几个小时的工作 让凯莉众人的耐心被消磨干净 这欧博实在是太难找了 怪不得大公司都不敢挖 风险太高了 此而凯莉正面临抉择 是放弃此地还是继续挖 或许在常人看来 这是个轻松的决定 但对于凯莉而言 机器没赚到一分钟 钱就花一分钟 所以她的决定关乎着一家人的命 赚了还好说 赔了就会被谴责 但为了她诸出决定 地面上的鼓风机突然停止了工作 凯莉的丈夫和姐夫两人爬上来查看 看着家人修机器 只有之后 马克表示最后再启动一次试试 如果不行就直接放弃 看着机器重新正常运转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接着再次回到矿洞里继续挖宝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期待许久的欧博终于再次出现了 只要这时一家人的脸上才出现了笑容 虽然看颜色还不错 但想要确认价格 凯莉也要回去打磨一下才知道 虽然众人放下手头工作 离开地下 但工作还没有结束 先前被谷风机吸上来的泥土 要进行二次筛选 看着硫磺槽里被洗的白白净净的石头 众人充满期待的开始了寻宝 你还别说 这漏网之余还真不少 感觉比从墙上凿下来的还要多 不过质量都很一般 而且这可是筛选了20吨泥土出来的 平均下来其实就不多了 虽然凯莉拿着所有的宝石 回到了工作室连夜打磨 虽然咱们看着都挺好看的 但其实这些石头的质量只能算中等 21块欧博宝宝石 凯莉却只估价7000美元 等他将宝石拿到回收商这里后 对方却只给出了5000美元 虽然两人隔退一步 以6000美元的价格成交了 还是那句话 都有熟人知根知底 没有必要浪费口舌 一刻就能买下一栋房的黑欧博 到底有多难找 欧博女王凯莉在赛季前两天 挖到宝石后 就直接躺平了 这眼看连续几个周 都一颗宝石没挖到 她咬了咬牙 又租下了一座新的矿区 这是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密基地 据说从没有被开发过 凯莉一直背着同行 私家里偷偷挖掘 今天终于是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据她自己所说 弟弟可能藏着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黑欧博 没多久 她开车来到小镇周围 一处偏僻的荒野 这里有个光光不久的矿洞 凯莉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她找来铁棍 定在矿区的周围 有了这个 别人就不会再踏入此地 此时矿洞已经挖了三米神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向两边挖 从而进一步扩大矿洞的空间 必把迷你挖掘机给放进去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找谁来挖成了问题 此时她的丈夫和姐夫 正在先前的矿区忙得不可开交 而挖矿这事还必须找信得过的人 所以思来想去 凯莉找来的早已退休的父亲伊恩 和值得信任的矿工哈里 其实主要干活的还是身强体重的阿里 她的父亲主要是来监视的 太后分成后 凯莉将此地交给了他们 正所谓用人不疑依人不用 只有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才能达到双赢 接着哈里将所有家当 运送到了这个秘密矿区 在将挖掘机弄下来之前 她要先拿钻金进行人工开采 这是一个极危险又考虑技术的工作 不但氧气十分稀薄 而且一个不小心 就会有石头绷在身上 这种情况 矿工最希望看见的 就是墙壁上突然出现一颗宝石 但欧波哪有那么好找 不但如此 越往里挖 突然就变得越硬 对哈里来说 这像是一场逆行的游戏 就在哈里和机器都要顶不住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欧波 让哈里激动的不行 虽然质量一般 但对辛苦工作的矿工 是最好的福利了 而这或许只是个开始 说不定在他凿的过程中 有一些欧波 被他一块用管子吸了出去 一想到这 哈里就完全没有心思工作了 直接开始装满泥土的车 来到了筛选欧波的地方 他急切地想知道 这片没有被人开采过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值得挖掘的情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凯莉也赶了过来 他也想知道 秘密矿区里到底有多少欧波 正想此事已经筛选完了 忠然趴在流氓槽里挨个寻找 生怕漏掉了一丝一毫 很快 眼界的凯莉就找到了一颗欧波 但遗憾的是 不是黑欧波 而是水晶欧波 虽然价值没有黑欧波高 但眼界这个质量还不错 凯莉估算的 起码这个几千美元 而惊喜还没有结束 下一秒哈里又找到一颗更大的 这颗把凯莉激动坏了 差点一口亲上去 接着是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 直到最后一个被找出来的时候 他们眼前已经有了一小堆 由于质量参差不齐 差别很大 所以凯莉估算 差不多一共能卖个2万美元 这也很多了 想必可以充分的证明 情况最后的潜力 而与此同时 凯莉距离15万美元的目标 已又尽力 这才是真正的泄墨沙驴 男人冒着生命危险开采矿洞 好不容易找到了 价值2万的欧波宝石后 就直接被老板给开除了 而更离谱的是 隔天老板凯莉 就自己亲自下矿挖去宝石了 原来他一开始的目标 就找个院种 把矿洞最难开发的地方 先给整完 这不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他收割韭菜的时候了 而凯莉的胃口也很大 他可看不上那些便宜的白鸥帛 要挖就挖一克 价值17.5万美元的黑鸥帛 但所有宝石猎人都知道 那玩意可不是努力就能找得到的 最关键 还得看运气 熟练的将梯子放下去后 凯莉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慢慢往下爬 说实话 即使他有几十年的下矿经验 但依旧会对自己的安全有所担忧 此时迷你挖鞋机已经被运了过来 但凯莉这次是孤森来挖宝 所以只需要一把搞头就行 简单的看了一圈后 他开始勘探整个石壁 试图找到让他眼前一亮的宝石 也幸好矿洞的面积并不大 不然跟大海捞针差不多 此时凯莉试图根据自己的经验 找到一些踪迹 但欧波宝石产量低的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规律 而就在凯莉也要放弃眼前这块石壁的时候 一块超大的欧波 让凯莉直接满血复活 此时的他又行为又激动 这感觉就像通关了一款挖宝游戏 回到现在 这场人在挖到宝石后 肯定会再接再厉继续挖去 但凯莉是个急性子 他迫不及待想将宝石打磨出来 看看到底值多少钱 接着变兴奋的爬出矿洞回到工作室 马上他就会知道 这半天的工资到底是多少 所以时间流逝 谢谢个头不小的石头 慢慢变成了一块漂亮的欧波宝石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并不是黑欧波 而是一块水晶欧波 虽然价值低一点 但眼前这一块壮达11克 并且颜色也不错 凯莉估算的 起码征14000到15000美元 接着他一刻不停地来到回收商这里 但谁知 对方看了一眼后 遗憾地表示 他现在不守水晶欧波 此话一出 凯莉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刚刚光顾着兴奋了 忘记这种宝石并不好卖 跟黑欧波完全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最后他暗议要住背上 再次回到矿区 希望有新的发现 什么叫自作自受 矿老板凯莉自从羡慕杀驴 开除掉任劳任怨的矿国后 运气就直线下降 先知找到了一块 价值15000的水晶欧波 没人收 然后又接近几个周 都没有收获 这也看赛季马上结束了 他的资金 开始有点周转不过来了 而更要命的是 现在没有人愿意替他工作了 虽然有两个矿区 但一直能持续工作的 却只有一个 没办法 凯莉只能找来 18岁大儿子凯尔帮忙 别看对方岁数不大 但经验却很丰富 毕竟这不是他 第一次来帮忙了 事实上 凯莉一直有意培养对方 此时摩泽二人来到地底 由于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必须 全身贯注的定日时币 不能漏掉一丝一毫 但欧波哪有那么好找 没多久 他们失望地回到了地表 凯莉生气了一口气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要再打一个矿洞 很明显 这是一场好赌 特别是在他们手里 没钱的时候 但这所谓富贵险重球 如果他们不拼一把 那赛季结束后 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段非常难熬 且漫长的时光 不过打矿洞也没有那么容易 很快众人就挖到了石头 为了不损坏钻头 他们只能人工清理 而这又是一批不小的开支 后面来到10公里外的2号矿区 凯莉的儿子和丈夫 正在挖宝 但刚工作没多久 儿子就发现 自己那点经验完全不够用 甚至他老爹 想让其爸妈拿个工具 他都分不清 接此情况 他爹只能无奈地 让其在旁边盯着石壁 要是有宝石出现 立马叫停他 但遗憾的是 直到工作结束 他们也没有新的发现 看着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凯莉身上了 回到1号矿区 此而凯莉也是满脸愁容 一颗接一颗的石头 不断摧毁着他的耐心和存款 也看大法的时间都被浪费了 众人的心情都很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机器再次恢复工作 此而凯莉看着 刚被挖出来的泥土 直接兴奋地上街查看 他多么希望 有一颗巨大的欧帛 从天而降 拯救这一家人 但奇迹却没有出现 也先这堆泥土里 不但没有欧帛 甚至连宝石的踪迹都没有 直接告诉凯莉 不能再这样挖下去了 随后 他果断放弃打洞 开车来到了 10公里外的二号矿水 没有能听点好消息 但丈夫和儿子的表情 给了他迎头痛击 回想赛季一开始 定了15万美元的目标 凯莉只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目前能扭转现状的 恐怕只有卖掉 他最后一颗压箱底的黑欧帛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如果他们下个赛季 还要继续挖宝 那就必须要这样做 最后凯莉回到家 拿上了那块漂亮的黑欧帛 和家人一起来到了 当地最大的宝石回收商这里 简单害羞够后 他拿出了那块宝石 老板看了一眼后 直言是真是一块很不错的欧帛 一听这话 凯莉立马表示 想卖25000美元 但老板也不是吃素的 一听价格直接画风一转 表示宝石还有几处瑕疵 随后便还价到2万美元 而这个价格 凯莉也非常的接受 直接痛快答应下来 事实上 他一开始目标就是这个 也看2万美元成功到账 凯莉一边开心 一边难受 希望下个赛季 一家人能嫌疑翻身 可我想说的是 但凡他有点良心 或许都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种宝石的价值 竟然是黄金的500倍 他就是欧帛宝石中的王者 黑欧帛 目前的产地 只有澳大利亚的闪电里 今天我们要解说的是 一对挖宝兄弟 就要在当地乔以名气 而他们定的目标 也是所有队伍中最高的 足够是20万美元 没想到 只有两人的小队伍 竟然如此高调 到底是眼高手低 还是真有什么底牌 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让人收拾装备 来到离小镇 只有三公里的偏僻矿区 但在正式挖宝之前 有一位新人 姗姗来迟 他叫萨姆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菜鸟 今年才19岁 因为见不住黑欧帛的诱惑 加入了叔叔米特的队伍里 希望自己 也能和对方一样 赚到大钱 但他没想到的是 挖宝计划刚开始 就遇到了困难 这一台比他还大一岁的发电机 终于顶不住高强度的工作 选择了罢工 米特不幸心 上前一次又一次的启动 但回用他的 只有空气 这下该怎么办呢 压力很快来到了同伴 呼喝这边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魔力 上去摁了几下开玩后 发动机竟然启动了 虽然不知道是亲死为生 还是回光反照 但三人管不了那么多 最起码 车现在还没坏 赶紧挖宝吧 最后 他们来到了13米下的地底 这些存放在这里的设备 依旧崭新如初 成功启动后 终于开始了挖掘 或许是运气触底反弹了 没多久 他们就有了发现 这是一种类似石膏的矿物 一般会和欧伯宝石一起出现 如此看来 宝石应该就在附近 旁边的新人萨姆德之后 跟打了鸡血一样 拿起手吹就开始凿墙 不愧是年轻人就是猛 虽然说法不是很专业 但这份干劲 让区域两位老员工的内心 也泛出了波澜 物质不觉中 他们好像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但欧伯宝石本身就难走 更不用说 是价值最高的黑欧伯了 几个小时的工作 连根毛都没有发现 但不要紧 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原来凿下来的泥土 会被送上地表 米特兄弟将去收集的鞋 开始进一步筛选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曾想 吊车往后去走的时候 竟然陷进了图坑里 跑不容易将跳车给弄出来后 虽然发现天色已晚 看来今天只能如此了 明天再继续挖宝 不过上来就开局不利 让兄弟俩有点担心 他们还能如期完成20万美元的目标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了找到保持 这个小队竟然投入7万美元 买了一台30吨的大型撞机 而这只有三个人的寻宝队友 还要分成两组 米特和萨姆继续在旧矿洞里挖宝 而库克则驾驶钻机 在地表钻孔测试 不管哪一边成功 都可以迎来本赛季的开门红 随后钻机开始着转动 与此同时 年轻的萨姆也跟随叔叔来到地底 在人工挖掘之前 他们要先驾驶迷你挖掘机 凿开坚硬的石壁 如果有赏光出现 他们便会立马停手 此时萨姆十分激动 他对自己挖宝生涯的 第一颗欧布宝石 异常期待 但黑欧博客不好找 只能说祝他好运了 另一边 地表的库克已经停下了钻机 他用尺子上前一凉 发现离目标深度 还有一点底 本来要回去继续驾驶机器的 但他余光一扫 突然在洞旁边 发现了一颗断掉罗姆 通过观察 他确信是来自机器上 但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库克不敢再启动机器 但接下来 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检查钻机的每个部分 很快 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条件 好消息是 找到了罗姆断掉的位置 坏消息是断掉了三个 不管怎么说 库克还是心存侥幸 毕竟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那损坏的不光是机器了 接下来他就开车 去仓库里拿罗斯了 与此同时 弟弟的区医二人 进展也不顺利 好好的油管突然崩开 倒霉的萨姆被喷了一身 看大狼狈的模样 本来心情糟糕的叔叔米特 竟然忍不住 笑出了声 最后 别让对方回到地面上 用指尖先擦一下 回到现在 萨姆刚上来就碰见米克 也带着罗斯回来了 但此时对方却笑不出来了 赶紧将罗斯拧上后 他立马投入了工作 现在投资和回报 完全不成正比 如果不赶紧找到欧国宝石 那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破产 后来来到地里 米克已经将油管给修好了 严康瓦学机 再次投入工作 他也是松了一口气 没多久 萨姆换了条裤子也回来了 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讯网队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一大罐 可能会有宝石的泥土 被装进了拉脱车里 接着便送到了 专门筛选宝石的搅拌机里 接下来也需要做的 就是等待了 24个小时候 三人再次来到机器更勤 虽然一颗颗被洗干净的石头滚出来 萨姆和米特也忙了起来 但很快 两人的笑容就慢慢消失了 竟然一颗欧博宝石都没有 早就听说黑欧博很难找 没想到竟然这么离谱 虽然米特兄弟 也开始怀疑矿区的问题 难道说 现在就要用上第二套方案了吗 或许是薰宝队 过年以来 最难受的一个赛季开始了 让兄弟打工赚钱 自己带着新人挖宝 这是我见过比亲兄弟 还要互相信任的寻宝队 回到现在 此时库克正价值赚金 给别人打工 而他的好队友米特 则站在二人的备用矿区里 一脸凝重的 盯着刚刚被挖出来的矿洞 这一次整个团队的命运 都背负在他身上 如果不能在这个新矿洞里 找到黑欧博 那等待他们的 或许只有破产了 接着他一脸严肃的 看见菜鸟萨姆 因为矿洞底下的情况是未知的 稍不注意就可能有丧命的危险 所以待会他下去的时候 一定帮他看着周围的石壁 一旦有坍大的迹象 立马把他拉上来 同时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全 米特这次还做了一个 电动下降的脚车 这是一次自信的尝试 20米的深度 一旦脚车出问题 那等待他的也只有医院 随着钢索慢慢下降 二人的心情都变得异常紧张 特别是萨姆 双眼正紧紧盯着幽黑的矿洞 一直等到对方安全落地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米特不敢浪费时间 一刻不停地开始了挖掘 过程中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也不是过了多久 米特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 趴在地上的萨姆听到后 也是着急地询问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被打开脚盘 将米特给拉了上来 随后 他被看到了对方手中的宝石 虽然表面被石头包裹 但依旧能看见 边角又颜色暴露出来 因为急切地想知道宝石价值 所以二人一刻不停地 来到小镇打磨宝石地方 女人名叫海伦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打磨石 随着她看见宝石 也是双眼放光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 这块宝石可能价值不菲 所以我便迫不及待地 开始了打磨 也不是过了多久 原来个头不小的石头 此时已经变成了指甲盖大小 重量仅为6.8克了 虽然橙色一般 但作为欧伯宝石中的 王者黑欧伯 最低还是能卖个6000美元 米特得知此时候 也是激动的不行 最小他们现在急缺现金 接下来看能不能找一个买家 快速出手 没多久 他便领着萨姆 来到当地一家珠宝店 接下来他要交给这位新人的是 如何将宝石高价卖出 原来这米特 不光是尖眼夫妇的 挖宝达人 还是能说会到的商人 结果一番谈判 他竟然将宝石 卖出了9000美元的高价 不但比预估的高三勤 而且还让老板觉得很划算 这次情况 萨姆彻底轻服口服 看来接下来 他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 为啥库克宁月牺牲自己去打工 也要支持对方挖宝 原来这老小子 是真的有东西 你敢相信吗 一台老旧的搅拌机 竟然可以实践财富自由 宝石猎人米特兄弟 将从矿区里挖出来的矿砂 全都倒进了搅拌机里 结果长时间的筛选清洗后 他们便可以找到 好看又稀有的黑欧博宝石 只有质量最好的一克拉 能卖上万美元 但事情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此时区里漏掉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它 那眼前的一切都是消化 这就是水 要知道清洗矿砂的过程中 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而因为当地多年干旱 蓄水吃力 已经干得不能再干了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他们想要找到宝石 就必须要找到新的水源 不然只能守着 可能藏有宝石的矿砂 干凳也 一发上以后 库克想到 可以去两公里外的工作室取水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铺设管道 并且要迈到地底下 如此一来 才不会被路过的车子给捏坏 由于兄弟俩 对于这种事情并不擅长 所以还找了老朋友加文 对方简单规划完后 三人就开始模糊了起来 而为了尽量减少成本 他们选择了一条 稍微直一点的路线 但很快中人就发现 一根通气垫栏 出现在必定之路上 如果挖断 其中任何一根 就会被罚款26000美元 将此日告知 复着挖掘的库克后 对方也是1.0重 所有兄弟俩决定 还是不能冒险 接着 并将已经放好的管子给收回 重新制定路线 两个小时后 猪人来的最后一道关卡更前 怎么让管子穿过马路呢 这是一个难题 带来帮忙的家文 也不是吃白饭的 一早 他在公路的一个角落 走到了一个寒洞 米特用一个废弃的轮毂 引导管子 很轻松的 就将其送到了公路的另一边 但他们还是高兴太早 在距离小半斤 还有50米的时候 碗子用完了 没办法 库克只能去买 看来 还是不能太相信卫星地图 这误差还真不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碗子终于安装完毕 但在开始之前 米特兄弟俩 还是非常担心血压不够 很明显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接下来终于可以继续筛选宝石了 因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 虽然而更加期望宝石出现 也不是过了多久 人工筛选的环境终于开始了 不过让训练 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块欧帽竟然出现了这么快 颜色和个头都不错 接着是第二颗 第三颗 不知不觉中 15吨矿杀都被筛选完了 虽然找到的欧帽宝石数量不算少 但质量都太差了 大部分甚至都不是黑欧帽 最为一估算 价值才不够一万美元 竟然跟前两天找到那一块价值差不多 不过幸好 就算解决了水的问题 接下来兄弟俩要更加努力 不然这赛季20万美元的目标 还是够强能完成的 19岁小伙辞掉超市的工作 跟着叔叔去荒野挖宝石 但谁心想问题不断 一期距离赛季马上结束 他们距离20万美元的目标 依旧还有18万 这根本就是原地不动啊 或许连萨姆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挖宝生涯竟会如此不顺 看来辞职还是有点果断了 但来都来了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正想这个周 是挖宝队的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能不能行运翻身 就看这一回了 而此时他的叔叔米特也打定主意 竟然靠人工挖不到宝石 那他们就不如疯狂挖掘 藏有宝石的泥土 最后再将其扔给搅拌机 慢慢筛选 反正只要基数够大 就不怕找不到宝石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本次的目标 还是一个新矿区 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新矿区 其实依旧是前辈遗留下来的 据说对方才在此地挖了不到两个月 而且收获了大量的宝石 至于后来为啥停手了 兄弟俩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他们并不关心 因为他们有新的计划 随后他们拿出一个造型奇外的装备 这并不是买的 而是两人发明的 其作用就是挖掘地表 覆盖层之下的矿砂 目前还没有人使用过 或者说还没有人见过 所以这是第一次亮相 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毕竟所有的设想都存在于理论阶段 简单调制过后 继续在众人的注视下慢慢往下沉 没有办法 众人只要拿出装备 然后用更大的钻头重新转 几个小时候 新装备终于被送到了地底 借此情况 米特心灵的石头落下一半 随后他在地面上 人力推动机器 好家伙还不是自动呢 也不知过了多久 众人心怀态态地将新装备给取了出来 接下来就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用手敲了一下收集泥土的管道 听着里面传来的沉闷响声 众人都知道 成功了 最后一步就是筛选这些泥土 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欧波宝石 由于这一次泥土很少 所以仅用了一个小时 就筛选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人工筛选的环节了 而让三人更兴奋的是 这一小堆样品里 还真有不少宝石 个头虽然都不大 但质量还不错 为了知道确切价值 他们先将宝石打磨了一下 随后拿着一堆支架盖大小的欧波 来到了回收商这里 对方仔细看完后 嘴角微微上扬 特别是最后一块大的 简直太好看了 但可惜这一块并不是黑欧波 所以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两杯最后以一万五千美元的价格成交了 虽然不多 但对于本次筛选的矿杀相比 赚钱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虽然最后剩下的时间并不多 但三人却再次充满信心 开局一条腿 队友全靠坑 这是我见过最不懂事的寻宝队 赛季刚开始 队长杰西就因为想赚点外快 当场让牛把小腿给踢断了 更关键的是 其他人竟还支持对方 直到眼睁睁看着对方受伤被抬及救护车 才察觉事情有点不对 这就是年轻人 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 被以为养两天就能回去继续工作 结果当天夜里伤情加重 杰西直接给送上了飞机 此时他也十分懊悔 作为小队中的大哥 他人一走 只能将偌大的矿区 甩给这两位小弟 阿蒙和诺亚了 就算他们本赛季的目标是15万美元 也不知道这一次 还有没有机会完成 隔天一早 阿蒙和诺亚就蔑色沉重地往矿区走去 他们一晚上都没睡好 等二人来到地底的矿洞后 便开始按照上赛季的进度继续挖掘 阿蒙选择驾驶迷你挖机继续往前挖 而诺亚却突然回忆起杰西之前的计划 接着便来到矿洞的另一个角落 这里有个不深不浅的小洞 据说能在此地找到传说中的凤梨欧波宝石 这种宝石是此地的特产 由于非常罕见 所以全球大概只有300多颗 其价值不敢估量 只要找到一颗兄弟三人便可实验财富自由 此而二人并分两路 阿蒙那边是为了生活 而诺亚这边是为了梦想 但很快两人就发现有点力不重心 挖掘机那边一人很难操作 因为没往前挖一点 就要把机器也往前移动一点 本以为两人就能轻松解决 但谁曾讲挖掘机支撑地面的支腿 出现故障收不回去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此而阿蒙二人也只能一边骂娘 一边拿铁铲往下挖 看来这个赛季就是跟腿过不去了 与此同时 诺亚发现前方石壁上出现了欧伯宝石踪迹 但想要挖出来 就必须移动挖掘机 好家伙成了一个闭环了 虽然时间流逝 两个年轻人的心态也是越来越差 最后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从矿洞里出来 然后打电话给千里之外养伤到杰西 但看着对方肿得越来越大的腿 二人明白 以下只能靠自己 所以别冲振起鼓回到地底 好不容易把挖掘机给移开后 阿蒙直接拿手锤 准备将欧伯宝石给挖出来 而诺亚那边则继续挖凤梨欧伯 也不知过了多久 欧伯宝石终于被挖出来了 诺亚听到后也是赶紧过来帮忙 好家伙 这一次两人运气真不错 直接冲到了欧伯宝石的老仇 也不知过了多久 等他们重新回到营地的时候 一大盆欧伯宝石出现在眼前 按照颜色和质量稍微分了一下泪后 他们兴奋地给兄弟节气打电话 对方看了后 也是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据估算这些宝石价值是在1万美元左右 虽然开局不顺 但西红兄弟二人运气还不错 接下来他们更有信心 完成15万美元的目标了 这是一个价值50万美元的凤梨欧伯 为了找到他 三个年轻人背上了巨额贷款 本以为美好的日子马上到来 但神曾想 赛季刚开始 对方杰西就摔断了腿 虽然在没有他的日子里 其一两位小兄弟 挖到了价值1万美元的欧伯宝石 但神曾想只是昙花一现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只有除没有金 这眼看刚刚赚的1万美元 就要被消耗殆尽 两兄弟临机一动 直接停止了挖掘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养伤的杰西 正在和女友打情骂俏 也看他表面很开心 其实心里一直挂念远方这两个小弟 也不知道两人 如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后面来到矿区 两兄弟在休息了好多天后 终于等着来了新的机会 阿门的父亲老门看不下去 两位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 于是领人他们来到了 自己的一个矿区 并表示 如果他们找到一个宝石 可以跟他六四开 当然他也会给旁边两兄弟提意见 找到宝石应该不难 跳这儿 两兄弟立马来了精神 急忙就要下去一探究竟 但就在他们要下去的时候 老门又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这个矿区还有十分罕见的凤梨右搏 如果能找到 那就皆大欢喜了 等老门说清楚哪些地方能挖 哪些地方不能挖之后 两兄弟就正式开始了寻宝 但是所有人都没想到是 只用了30分钟 他们就发现了欧伯宝石 便从外观看 斯华之穿梭的凤梨右搏 意识到这次捡了大漏 兄弟俩赶紧打电话 把老门给叫了回来 所有的时间 他们用最细微的动作 慢慢地将宝石 从石壁上给拿了下来 但是他们也没想到的是 这块宝石的出现 只是一个开始 所有的时间 三人不断地从墙壁上 拿下来欧伯宝石 这次把经验夫妇的老门 都给震住了 一直到宝石被挖得干净了 终于才意有未尽地离开 所有他们来到老门的工作室 这里有专业的喷杀机 可以在保证 宝石不碎的前提下 将其给清理出来 几个小时候 两位年轻人终于等到了 他们最喜欢的估价环节 虽然老门这次给的价格水分很多 但依旧雇出了8.9万美元的高价 两位年轻人听到后 也是十分的开心 他们当然也知道 对方给的价很低 但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他们也分到了4万多美元 有这种好消息 怎么能不通知队长杰西呢 没想到对方得知后 差点急的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所有表示自己伤好的差不多了 应该不久就可以回去了 一听之后 阿姆和诺亚心里大石头 总算是落下 他们本就担心 对方伤好后要单飞 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挂断电话后 两人就直接买了汉堡和数料庆祝 希望接下来 他们也能在自己的矿区里 挖到凤梨欧博 一块造型奇怪的石头 竟然让断腿的小伙 不顾家人反对 也要跟兄弟去荒野挖矿 原来这么一小块石头 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就是比黑欧博 还要更稀少的凤梨欧博 就要全球才不过300多块 而小伙手络这一块 虽然质量很一般 但依旧价值5万美元 当然这只是原始的价格 如果送到珠宝商那里 估计价格会更吓人 所以车子启动 三兄弟终于再次合体 踏上了属于他们的挖宝人生 转眼来到第二天早上 三兄弟回到了荒野的营地 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新的装备 由于队长杰西腿脚不变 所以亚伦二人决定暂时不下矿 先尝试挖一下地表 看会不会有所收获 一声尖叫打破了宁静 原来是阿蒙看着迷你挖机移动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隐藏的矿洞 从外观上来看 这个洞似乎并未被完全开发 如果有人刻意隐藏 那说不定他们脚下就会有宝石 一想到这 三人的情绪立马激动起来 但很快他们就失望地发现 以亚伦和阿蒙两人的体型 根本无法下去 甚至连最瘦的捷息都够呛 当然就算行 也不能让他下去 毕竟他的腿伤还没好 短短思考过后 三人绕开矿洞 继续探索矿区的其他地方 几个小时候 机器切换了第二个形态 巨大的钻头 非常轻易地 就像坚硬的岩石给击碎 另一边 队友亚伦贴心地为机器拿来椅子 作为一名伤者 他站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 等机器停止工作后 三人便开始打扫战场 虽然有欧伯出现的踪迹 但却一直没有碰到大火 而就在众人准备放弃子弟回家之时 一抹鲜艳的色彩突然出现 欧伯宝石终于出现了 虽然是最便宜的水晶欧伯 但总比空手回去要好吧 随后众人拿着宝石 回到了营地的打磨工作室 阿蒙稍微将原石处理了一下后 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位 颇有名望的回收商 这个时候队长杰西站出来抬价 作为团队里的主心股 这是他最擅长的事 随后一番讨价换价后 两边以8000美元的高价成交了 这个价格亚伦和阿蒙自知不能讲到 看来让大哥归队 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一抹可以改变命运的颜色 为了实现财富自由 三位置其未托的年轻人 在荒野包下了一个超大的矿区 但此时却只有一个人在干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队长杰西腿伤还没好 诺亚的父亲又突患重病 所以不得不先回趟家 如此以来 只能是阿蒙孤身一人 在矿区挖宝了 更关键的是 此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宝石了 年轻人的冲击一旦消失 剩下的只有各种消极的情绪 而就在阿蒙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蝎旺的曙光终于出现 杰西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 直接将石膏给拆了 虽然还有点一瘸一拐 但挖宝应该不太碍事 而对方的加入 让小队一路起死回生的感觉 阿蒙干的也很起劲 一声尖叫打破了林静 两兄弟上前一看 释放中一抹鲜艳的色彩 让他们激动不已 虽然是价值稍微低一点的水晶物薄 不过橙色似乎还不错 虽然这么一点赚不到大钱 但让众人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而为了找到更多的宝石 二人决定进入后面的旧矿洞 但倒霉的是 此处石头十分坚硬 竟然而岩石破碎机 都无从下手 看来只能用手锤一点一点抠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洞口终于被打开了 阿蒙和杰西兴奋的爬进去查看 坏消息是 里面的空间十分狭窄 好消息是 宝石应该没被挖走 等两人走到尽头 阿蒙便拿来手锤 开始挖宝 但就在两人满眼 希望其由宝石出现的时候 邝洞的另一边 竟然突然发生坍塌 接此情况 两位年轻人的眼神中 出现了恐惧 所以他们不再多耽搁 直接来到了 邝洞入口处挖宝 这样就在危险出现 也可以很快撤离 正所以刘安华民又一村 下一秒 两人就兴奋的尖叫了起来 更多的欧波宝石出现了 而且质量非常好 几个小兽 他们将几块大石头 带回了营地 两兄弟开始将宝石 一块接一块地给清理下来 最后再经过一夜的清洗 兄弟俩手热 一盘子的欧波 开始根据颜色质量分类 红色的是最好的 接着就是深蓝色和绿色 等两人忙活的差不多了 阿蒙的父亲老摩文迅赶来 他除了是矿工 也是回收商 简单的看了一圈欧 他估算出8.9万美元 此价一出 兄弟俩有点不可置信 如此一来 菜鸟队如今的总收益 就达到了14万美元 距离他们目标15万美元 已经非常近了 而且此时还有时间 看来这个赛地的收益 恐怕会超出众人的想象 二十出头的年纪 在这里继续挖宝 但谁曾想 刚赚到钱 三人就膨胀了 此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装备 跟着一个女人 前往闪电里 寻找欧波宝石中的王者 叶欧波 对于即将到来的冒险 车上的三人都期待不已 可就在距离闪电里 还有几步远的时候 一条泥泞的小路 让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 与此同时 里头的女人汉娜 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一脚油门给冲了过去 见对方没翻车 结婚也决定搏一搏 看来这泡面包车的 有野性能果真不行 此时队长惊喜有点脸红 但为了能继续挖宝 他们还是叫来汉娜帮忙 一番车的后 私人终于来到了汉娜的矿区 而为了鼓励三兄弟寻宝 对方还拿出了 自己前段时间刚找到的宝石 虽然只是一颗质量一般的黑欧波 但依旧让兄弟三人羡慕不已 这可比他们找到 那些水晶欧波值钱多了 他好分之后 汉娜领着他们来到了 地底的矿洞 简单的说明了挖掘方向后 他告诉兄弟三人 这个洞全都是用小型挖掘机挖的 但兄弟三人没有这个装备 所以只能拿手锤一点一点抠 虽然效率很低 但只要运气熬 找到宝石应该不难 在对方离开后 兄弟三人却并未直接开挖 而是驱车来到另一个矿区 这里有一台即将出手的钻机 老板表示 自己也是刚买不久 但因为长时间没有挖到宝石 所以不得已只能将钻机出手 并表示最低卖9万枚 此下一出 兄弟三人直接倒吸了一颗冷气 本来他们还想壮大挖矿的威母 但这个价格却超出三人想象 这是一场豪赌 但兄弟三人还没有做好准备 一番讨论后 他们最后还是告别老板 并回到了汉娜的矿区 倒霉的事情再次发生 发电机突然停摆 让兄弟三人不得不打电话 告知老板汉娜 没想到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开车拉来了自己的发电机 看来他很愿意让兄弟三人在这里打工 所有的事情 事情直接变得顺 兄弟三人一边用手锤寻找宝石 一边将泥土给运送到地表 急用了几个小时 诺亚就有了发现 这下汉娜来自监控 终于将宝石交给了他 对方一边称赞兄弟三人 一边估算宝石的价值是2000人 虽然不多 但万事开头难 看着三兄弟的运气还真不错 此时队长杰西真的直接跳起了舞 全然忘记自己千几个周 还一拳一拐 眼前这个深不见底的矿洞 可能藏着一颗价值几万美元的黑油薄 很多人都尝试将其挖出来 但真正成功的没有几个 而眼前这三名菜鸟却要挑战一下 不是因为他们技术有多牛 而是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镜头来到地底 阿玛拿着手锤 率先开始了挖掘 另外两位健壮 也是赶紧跟上 但奇怪的是 几个小时过去了 三人竟然一点收获都没有 如果放在别的队伍里很正常 但对于杰西三人来说 却是不想打击 要知道他们前几个周可都是很轻松的 就找到了宝石 接队伍情绪低迷 来监工的老板汉娜鼓励众人 他们现在要找的可是黑油薄 是所有油薄种类中 最稀有也是最珍贵的 要是真有那么好找 估计也就不值钱了 一听这话 三人的心情稍微好了不少 另一边 队长杰西突然想到 他们先前从地底运上来的矿沙里 说不定藏有宝石 随后便让诺亚跟着汉娜 来到了筛圈宝石的搅拌机那里 但倒霉的是 机器由于长时间不使用 竟然无法启动了 仅此情况 诺亚有点急了 但汉娜却不慌不慌的拿来工具 稍微一调试 机器便成功启动了 这瞧此时 机器也开始卡车 将矿沙给运送了过来 将机全部送进搅拌机后 他们再次回到矿洞 由于没有配备迷你挖掘机 所以三兄弟只能用手锤慢慢的抠 这是一个机器消耗耐心的工作 本来众人就挺烦的了 没想到机器又在这个时候坏了 一瞬间 兄弟三人都察觉到 这是老贴给他们的考验 只要停过 就可以得到大弟母亲给他福利 回到正题 成功将手锤修往后 兄弟三人又继续投入了工作 也不知过了多久 第二车矿沙终算出发了 这一次搅拌机被完全给装满了 接下来就要等一天一夜 最后再进行人工筛选 隔天 三兄弟兴冲冲的来到搅拌机跟前 但没一会儿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意料之中的大片欧博并未出现 好家伙 这么两大车矿沙 不会连本都赚不回来吧 而就在他们要放弃的时候 眼睛拿蒙突然尖叫了起来 黑欧博终于出现了 虽然只有这么一小块 但依旧让众人兴奋不已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所有的时间又出现了一块 由于并未进行打磨 所以他们也摸不清楚宝石价值 所以便找了一位当地的回收商 对方打量了一会儿后 给出了5000美元的高价 不得不说 黑欧博价值确实高 这么两小块 就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 更关键的是 这些质量还很一般 要是质量好的 完全不敢想象 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 这三个年轻人 正在追寻他们的梦想 据说众人眼前的石壁中 藏着让无数宝石恋人 拼命也要找到的宝石 黑欧博 只需要找到一颗质量不错的 就可以让一整个家庭都翻身 但梦想和现实的差别 往往是巨大的 三个小伙累死练活 忙了这么多天 却一点发现都没有 此时他们甚至都快忘了 上一次发现宝石是什么时候 而就在气氛变得越发绝望的时候 阿蒙站了出来 他的运气一直不错 其余两名队员 看着他手中 小的可怜的宝石 情绪也变得有点激动 因为眠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块宝石应该是 从另一块更大的宝石上掉下来的 今日三人变心冲冲的 来到阿蒙工作的地方 果然不出所料 阿蒙手中的宝石 由一块变成了三块 虽然颜色还不错 但个头太小 依旧还卖成价钱 所有众人打起精神 再次挖宝 此时的情绪 就比刚刚要好很多了 不过很快 燃料的耗尽 让众人的情绪再次沉到谷底 队长杰西见状 立马开车去镇上拉 相比于燃料 他们更缺的还有时间 但正所谓屋漏偏风连夜雨 杰西在燃料回去的路上 车子突然抛锚了 这下坏事了 时间和燃料都耽误了 更主要的是 手机还没有信号 就在杰西叫天天不灵的时候 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 他们的老板汉娜 正巧又去监工 最后在他的帮助下 车子再次启动 等二人抵达矿缺后 阿姆和诺亚都等到望眼欲穿了 他们正担心 杰西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此时看到对方人无恙 才放下心来 虽然时间都浪费了 但留的侵然在 不怕没缠熟 明天 他们将火力缺干继续挖掘 虽然天气越来越热 军宝队的时间不多了 隔天一早 三人再次回到地里 这一次他们真的有点急了 眼看越来越多泥土被送到地表 他们终于等来了筛雪环节 只要将这一车矿煞 送到搅拌机里 他们就会知道 这些累死累活的日子 到底有没有成果 但正所谓麻绳钻挑细处断 向来老师的卡车突然犯病了 杰西下来查看 幸运的是问题不大 就是刹车制动气坏了 只要慢慢看 就不会出问题 接着卡车再次上路 友情无限来到搅拌机跟前 三人充满期待地 将矿刹给卸了下来 很快他们就会得知 这几堆泥土里 到底有没有欧波宝石 也不知过了多久 搅拌机停了下来 四人直上前开始寻宝 倒霉事 幸运女神这次没来 三兄弟终于吃到了苦头 相反 老板汉娜却冷静很多 毕竟黑欧波真的没那么好找 正难受着 阿蒙突然拿出 先前发现三颗欧波宝石 看来这个就算是安慰奖了 三个小伙在地底寻宝 野开赛季马上结束了 他们终于要发财了 此时阿蒙举着灯 转过头让诺亚和杰西过来 他似乎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原来石壁中间 有一抹看起来很像欧波东西 由于见识太少 三人一时都拿不定主意 所以经过讨论 他们决定让矿老板汉娜过来看看 如果真的是 众人莫名以求的黑欧波 那如何完整取出来 才是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 而汉娜到来后 露出了一副奇怪的表情 她似乎并不惊讶 而是平静着 你这三人来到了矿洞的另一个角落 此处由于泥土素洞 已经坍塌了 三兄弟一开始也摸不着头脑 但抬头看了一下地形后 才发现 与他们发现宝石的地方一模一样 直到这时 汉娜才开始解释 众人发现宝石的地方 他们曾经也挖过 但因为害怕坍塌 所以到现在没有动工 不过眼下的情况不同 如果兄弟三人够胆取出来 那他也会全力支持 一番讨论后 众人不想放过 这个最后赚钱的机会 所以他们从别的地方卸下木头 然后转移到了发现宝石的位置 至于有没有用 那就看众人的命数了 一切就绪后 手催再次投入工作 因为时间有限 这一次他们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 功夫不会有心人 没多久 石壁上颜色的范围就变得更大 这是一个好消息 兄弟三人变得更加兴奋 则是他们改变了策略 直接将带有石头泥土 全都凿下来 然后再将其送进搅拌机里 慢慢筛选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虽然猜到会有宝石出现 但到底有多少 众人心里也没底 将矿沙送到搅拌机的时候 天空还下起了雨 这样一来 彻底封掉了三人最后的退路 隔天一早 他们来到了搅拌机跟前 虽然天空还下着小雨 再次无法阻挡作人的性质 很快 阿蒙就有了发现 但由于质量很差 所以作人没太在意 又继续埋头寻找 接下来的时光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宝石出现 最后也不过才四款 你看雨越下越大 三兄弟也认命了 看来这个赛季到此结束了 接着他们拿到宝石找到回收商 对方看了一眼后 给出了2000美元的低价 看来这四块宝石质量真的很一般 如此一来 这个赛季肯定是买不到钻机了 但兄弟三人还是赚到了15.3万美元 应该可以逍遥到下一个赛季到来了 好了 兄弟三人的冒险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稍作休息 我们继续解说 下一位追梦寻宝人 男人发现眼睛的石壁里面有宝石 但高想庆祝 却察觉身边空无一人 原来他是一名独行侠 不管找什么东西 全都归自己一个人 虽然赚得多 但风险同样很高 特别是在深不见底的矿洞底下 此时他也没想那么多 控制迷你挖掘机 准备揭开宝石的灭杀 而一抹蓝色的出现 让男人嘴角越来越大 但就在他想要进一步 将宝石全都挖出来的时候 手机的坐标却告诉他 再挖就要越界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 竟然让宝石正好处于边界处 男人低头不断看着手机 但越看越发现宝石要离他远去了 难不成这一次真的白忙活了 比利沉思片刻 决定还是找邻居商议一下 但他自己一个人有点势胆力薄 于是他找到了很早之前 就合作过的老朋友莱斯 对方也是苦命人 因为挖宝受过很多伤 本来已经隐退了 不过为了退休金 又准备再次重出江湖 正想比利来找他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刚一见面 对方就兴奋地拿出 刚刚从石壁上扣下的宝石 简单地说明情况后 莱斯也表示全力支持 一听这话 比利信心大涨 隔天二人就找到了邻居萧恩 比利只是将宝石拿出来 给对方看了一眼 合作就直接达成了 看来对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所有几人跟着比利 来到了发现宝石的角落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 年轻人的加入 让效率直线上升 没有多久 他们就挖通了石壁 对面就是萧恩的矿洞 不过由于高低不一样 所以有贪大的风险 因此在进一步挖宝之前 他们又先用木头顶住 等做完这一切 终于再次投入了工作 功夫不够有心人 黑欧博终于完全暴露出来 为了不让其损坏 接下来要人过一点一点早 等所有的宝石都被完整地取下来后 众人都乐坏了 从目前的橙色来看 这一次恐怕又起飞了 最后就是让所有人期待的物价环节 年迈的回收商 不远万里亲自前来 足以说明本次欧博宝石的分量 终于看完后 他深信了一口气 给出了85000美元的高价 当然这都是原始的价格 如果找到最好的师傅打磨处理 那价格根本不敢想象 词词人中最开心的就是比利 按照50%的分成 他们这一次能收获4.25万美元 好家伙 赛季一开始就应该来开门红 看来他和莱斯两人的运气 是真不错 说不定本次25万美元的目标 真有可能达成 那要一来 莱斯就能完美退休了 男人打开防盗网 来到矿洞底下寻找宝石 但一块石头的出现 让他有点心神不定 原来这块石头 是昨天夜里从桶底上掉下来的 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男人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但今天来都来了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四来小旭 他也来到挖掘机跟前 开始了寻宝 虽然前几天跟邻居合作 挖到了价值8万5的欧博宝石 但四个人一起分 到处也没有多少了 更何况他还要还债 一来二去 只能又回到危险的地底继续挖宝 工作没多久 好兄弟莱斯看完医生回来了 74岁的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就过检查 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接下来可以下跨洞 跟比利一起工作了 这所谓兄弟情形齐力断金 得知此时的比利 则脸上挂满了微笑 所以两人不多耽搁 立马来到了挖掘机跟前 见夫妇的莱斯 只瞄了一眼头顶 就发现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 那找到多少宝石 也都带不回去 从矿洞出来后 两人开车来到 几百公里外的丛林 由于长期干旱 所以很多树已经死去 而为了找到更加建议的木头 两人不得不多费一些心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心满意足地 拖了几根木头往回走 转眼来到地底 将最后一根木头 给固定住后 比利立马控制挖掘机 开始了挖宝 他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眼下只能希望找到 几块价值连城的宝石 拟补丢掉的时间 但好久不超 才过了一个小时 莱斯就面露男色地对比利说 他有点喘不过气了 一听这话 比利表现立马变得十分严肃 接着领着他来到了洞口处 但没撑想 以往觉得很短的梯子 此时却成了莱斯面前的一座大山 最后还是在比利的帮助下 他才好不容易回到地表 等送到莱斯后 比利再次回到矿洞 本来以为今天的挖掘工作 就要到此结束了 但没撑想 在最后的时刻 漂亮的欧巴宝石终于出现了 虽然只有孤零零的三块 但个头却很喜人 随后比利就迫不及待 拿着宝石和小麦果汁 来到了莱斯的住处 对方看到宝石后 也是表现出惊讶 他没想到 自己刚走 队友就挖到了欧巴宝石 虽然个头和质量都不错 但却是比较常见的白欧巴 所以最后 两兄弟估算 大概也就卖个2万美元 这样也很不错了 看来兄弟俩 距离25万美元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你绝对不敢相信 眼前这对不起眼的碎石里 可能藏着价值连迟的欧巴宝石 而为了不让别人简陋 宝石练人比利 此时正由一个巨大的吸管猛吸 但即使这样 他依旧有些不满足 随后便指挥同伴莱斯 加大力度 这所谓星期吃不了热豆腐 下一秒 管子就被堵住了 由于年败的同伴无法清理 比利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 过来帮忙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事情还有点棘手 一来二去 又浪费了许多时间 此时比利已经十分后悔 想起赛季初 定的25万美元目标 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好不容易将管子梳透 他赶紧回到外界机跟前 继续工作 因为这过了多久 在一旁紧听10米的莱斯 突然大喊了一声 比利知道是宝石出现了 于是立马放下机器 来到对方跟前 人工开走 这是一块没有任何色彩的欧巴 准确的说 都不能叫做宝石 比利满眼失望的随意丢掉 进入工作了一天 没想到还碰上了炸壶 午休时间 莱斯的身体情况有点糟糕 也看下午不能继续工作了 他把好兄弟比利找到了一个帮手 而眼前这个精神抖擞的老头子 叫盖伊 他曾是矿工 虽然挖宝经验并不多 但下矿的经验非常丰富 简单害羞过后 他迫不及待来到地底 另一边 比利借对方身所还算利索 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下一半 讯报工作很快就开始了 莱斯准备在离开前 简单的给盖伊 来个新人培训 但谁曾想 一声巨响打断了他们的好事 三人一脸懵逼的 跟着声音寻找位置 但却并未发生什么端倪 将信将疑的回到挖掘地点后 莱斯的身体不适 先走一步 此时弟弟只剩比利二人 全力挖宝 新人盖伊很努力 但却依旧跟不上比利的进度 幸好几个小时候 莱斯再次回归 但新的危机已经出现 头顶石头有点松动 众人不敢继续上前 没办法 比利只能挺上人出 强行这石头给抠了下来 沿街危机度过 三人不敢继续耽搁 又开始往下挖 之所以风雨之后 才能见到惨猴 一闪而过的色彩 让众人情绪激动 虽然经过评估 足价值可能也就1000多美元 但往往只要一点惊喜 就可以让整个团队的情绪 从低落变成期待 男人用手吹拼命地 在石壁上寻笑宝石 很快便就有了发现 但奇怪的是 仅看了一眼 男人便失望地将宝石给扔掉 他叫比利 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宝石猎人 想象一下 能被他都随着扔掉的宝石 质量到底会有多差 但谁又能想到 眼前这个好几个周 矛盾不出的矿洞 竟然在赛季出 让他的团队狂撞了6万多美元 此而比利心态已经完全崩了 同样的 利民队友莱斯 脸色也是异常难看 这眼看 外债越积越高 比利咬咬牙 决定赌一把 隔天他开着一辆 巨型的钻机来到了营地 现此情况 对我莱斯的表情 却越发沉重 因为他知道 两人兜里都没有钱了 看来比利 这次算破釜沉舟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 俩人都不会用这东西 所以只能凭经验 和一些基本的操作原理了 莱斯来到控制之后 发现机器内部老化十分严重 进入这一个部位 就好几处都漏油了 职业告诉他 这次尝试 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但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两人 另一边 邝老板也明白他们的小心思 但还是痛快地答应 因为他并不介意 自己的矿区 多一个矿洞 比利二人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后 见证奇迹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一个小插曲 差点把兄弟二人 下尿裤子 稍微调食过后 钻机才又回到了正轨 但让两兄弟傻眼的是 他们竟然钻到了旧矿洞 没办法 两人只能慢慢连连地 回到了自己的矿区 怪不得老板答应这么痛快 原来早就把自己的矿区 给挖完了 但不管怎么说 有人第一次的经验 接下来的时间 比利赚自己的矿区 就更加得心一手 而就算算机工作的时间 比利开始检查 从地底挖出来的矿沙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出现了黑鸥博的踪迹 虽然是极坏 小的不能再小的编脚料 但依旧价值200美元 这是个好兆头 傍晚休息的时间 重新发现宝石的两兄弟 忍不住和朋友 举起小麦果汁庆祝 原来这就叫天上掉线 狂公比利不小心掉进洞里 爬上来才发现 这正是他们要找到 隐藏旧矿洞 幸好已经被人用泥土填了不少 要不然比利 当场就得交代在这 稍微贫复了压情绪后 他和同伴来一次 借来了古风机 本来想着不用太费劲 就可以让矿洞重见天日 但谁曾想 一上来 竟然无法启动了 几番藏住不过后 两兄弟只能爬到机器的内部查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机器内壁全是补丁 甚至还有一个小孔 怪不得都没法启动 原来是漏气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本来就是猪来的 如果自掏腰包修复的话 太不划算 简单思考过后 比利拿来一根树枝 直接插在了小孔上 虽然不是长久之际 但坚持到他们用完应该不成问题 一切就去后 机器终于成功启动 本以为是个持久战 但仅过了一个小时 比利就看到泥土下 那个幽黑的大洞 看来这个旧矿洞 并未完全野蛮 比利判断 矿洞底下 肯定是有东西挡住了泥土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绑上了安全绳 接下来的挖掘并用出什么意外 而就在两人无限接近地底的矿洞时 比利突然停下工作 他竟然发现了一块颜色不错的欧波宝石 这是一个好兆头 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起劲 但正所谓乐极生悲 一声刺耳的滴滴声 打翻了比利的好算盘 氧气检测机显示 此处氧气浓度太低 如果不能紧快上去 很可能会缺氧昏迷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矿工 比利想都没想 就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了上来 在真正的危险面前 所有的宝石都显得毫无价 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后 比利兴奋的拿出 他刚刚在地底发现两块宝石 在阳光的照片下 他们发现其中颜色并不多 看来这个橙色很一般 不过幸运的是个头还不小 那个几百美元一个没啥问题 虽然不多 但已经让两兄弟俩非常满足了 毕竟接下来的路还很漫长 关于这个金矿洞的冒险 才刚刚开始 男人想在地底挖宝致富 结果刚下去 就被有毒气体赶了出来 没办法 他和队友只能再等几天 但谁也没想到 休息回来的第一天 机器就莫名其妙的无法启动了 好家伙没看二度了说一事 两位矿工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后 发现问题出现在电线上 这下麻爪了 原来他们对线路一窍不通 陈斯利变个后 莱斯突然想到 今天有个年轻新人要来帮忙 据说他是个电气工程师 估计修这个应该小菜一碟 这所谓一语点险梦中人 比利此时心中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下 但眼看天气越来越炎热 他们能挖掘的时间 也在不断缩小 如果无法在脚下这个矿洞里有所发现 那这个赛季 可能真的要以失败告终了 转眼时间来到下午 一位身杀魁梧的中间人 其实一辆迷你摩托车 姗姗来迟 如此滑稽的一幕 让一向严肃的比利 都绷不住笑说了声 但新人阿泰却毫不在意 相反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 给自己的雇主 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三人来到矿区后 阿泰先是以最快的速度 修好了古风机 然后跟随比利 来到了矿洞跟前 等对方说完地话后 他又迫不及待地爬了下去 作为一名新人 他想尽可能学习到新的东西 日后也可以出来自己单干 另一边 比利这新人干净满满 本来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 又重新燃了起来 每周久 旧矿洞隐藏弟弟网络 终于重见天日 再秒 比利二人就闪现到了弟弟 开始了挖掘 被以为是一个丰收日 但没曾想 比利的一声叫喊 把众人拉回到了现实 他刚刚才发现 矿洞底部 有一条超长的裂痕 随时都可能会坍塌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 这个旧矿洞 为什么仅开发到一半 就变人遗弃了 最近回到地边后 三人满脸愁容不停叹气 那我说这个赛季 要提前结束了吗 突然先人阿泰 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事实上 他私底下有一个小小的矿区 据说是1985年 就已经被开发了 本来他想拿着练手 如今看来成为了 比利二人最后的希望 谁也没想到 雇佣关系竟然转化的这么快 比利二人放下面子 来到对方的矿区 幸运的是 他们逛了一圈 还真发现了一面 有价值的石壁 废话不多说 三人立马工作了起来 但比利二人没挖两下 阿泰就自告奋勇过来帮忙 见此情况 比利和莱斯两人 嘴角微微上扬 看了这个小伙 还不错 有希望成为他们的 长期合作伙伴 也不是失败空工 带来了好运 没多久 三人就挖到了欧波宝石 据说这是阿泰 第一次挖到宝石 比利二人也为他开心 据估算 这几块宝石的价值 在1500美元左右 看来今晚 三人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如何在一周之内 赚18万美元 宝石连人比利将希望 寄托在 引起这个幽黑的矿洞 谁都知道 这是几乎无法达成的目标 即使是当地 最有名气的宝石恋人 也不敢保证能完成 可问题是 比利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虽然下级高棍到来 能工作日子 已越来越短 保守估计是一个周 但实际上 随时都可能结束 如今想来 赛季出那些豪言壮语 比利只想狠狠打自己脸 不过信号 在两人最绝望的时候 来了一位身强体壮的好保守 阿泰 对方不在抢着干活 而且还送来一辆卡车帮忙 一时间 比利都想说他为关门大弟子 废话不多说 三人来到地底 在正式挖宝之前 他们有些清理头顶的安全隐患 被以为是个小麻烦 但没撑响 手吹一上 石缝上的裂痕 竟然在慢慢扩大 见此情况 比利赶紧叫停了众人 接着来到地表 砍了一棵树 顶了上去 等下这些工作做完后 三人再也等不及 直接来到挖掘地 火力全开 一波未平一波未有起 发地机的停摆 让士气受到重创 幸好阿泰野鸡手快 直接爬到了地表 开始修理 作为一名前地体工程师 这样的小毛病 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简单一调 把练机就再次启动 弟弟两人等来亮光后 也是对这位新人 越来越满意 这才是真正的福将 说不定 这18万美元的目标 还真有可能成功 正想着 惊喜就出现了 这是一块质量和重量 都不错的黑油膊 虽然价值不菲 但现在却只是一把 通往财富的钥匙 多年的经验告诉比利 这周围绝对还有黑油膊 最后他们合力 击碎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都多一点切了 炒金 轮输 接着 炒 dism THAT 很明显这是一笔不少财富 但还没得比例30开心多久 当没事就再次降临了 此时地表温度已经来到了48度 无风机已经有点顶不住 开始冒烟了 借此情况比例眼睛瞩快赶紧弯掉 看来挖掘工作到这里就得结束了 而为了将收获的小半桶宝石利益最大化 比例决定亲自上手打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先前的半桶沉重的宝石 则已经变成了一托盘漂亮的恶伯 终于到了所有人最期待的估价环节 而本次估价的并不是外人 而是比例的妻子 一番层次后对方给出了5万美元的高价 虽然远远不及18万 但足以让众人开心了 最后的结尾 比例二人邀请阿泰 成为他们的永久合作伙伴 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新人 希望下个赛季 众人能顺利完成目标 好了 比例兄弟的挖宝行动 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 稍后休息 我们继续下一位追梦巡宝人